有關本市三民國小的學生 新冠肺炎的PCR檢測確診的一個情形 依據我們新竹市的一個防疫質疑的規定 因為本來就叫中央校圍的嚴格 我們叫一名學生 我們就全校停課 所以我們在今天早上立即緊急宣布 三民國小立即停課 因為是否學級莫學校的相關課程 以及期末考也都已經辦理完畢了 我們就直接進入到寒假的一個期間 但是在這段期間我們會持續關心 孩子的一個相關健康 以及後續家長的一個健康防護 以及學生的一個學習上課的一個情形 也請各位家長跟市民朋友們不用擔心 根據目前我們在學校這邊了解 與這位學生有相關接觸 包含他自己班內的一個學生 以及他有上相關的一個課程的老師 總共有總共全部的學生加起來 加上這位學生總共是有60名 其中包含了50位的學生 以及10位的一個老師 但這是都在匡列的部分 那也會依照衛生局的一個相關安排 進入學校 進入醫院 去做一個相關的裁解 那裁解的一個結果 我們再依據相關的防疫指引來去做辦理 我們在做一個從事實際上 我們在做一個學生的中間 如果從事實際上 並且往事實際上 我們都會做一個移民的 課題